国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 距离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遭遇暗杀 已经过去了近两周的时间 近日多方信息称伊朗会于数日内对以色列展开报复 伊朗与以色列间的紧张局势是否再次进入敏感时期 中东地区的局势又将会走向何方 下面我们先来梳理一下近日焦点 焦点一伊朗称有权作出回应 据伊朗媒体8月12号报道 伊朗总统佩泽西七扬表示 按照国际社会规章和条例 伊朗保留就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德黑兰遭暗杀一事 进行自卫和回应的权利 配则西七扬重申伊朗的核心立场 即必须防止战争和流血 促进全球和平与安全 焦点二 以军高度戒备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8月12号晚发表声明称 当前以军正密切关注中东地区的事态发展 特别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 以军目前已经做好最高级别的攻防准备 以应对袭击 以防近期还曾表示 如果收到伊朗即将对以发动袭击的明确情报 可能考虑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威慑伊朗 焦点三 美称一或在本周内报复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 8月12号表示 伊朗等国可能最早在本周内对以色列发动报复袭击 但目前很难确定袭击的形式和规模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月12号报道 伊朗方面表示 伊朗有权就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德黑兰遭暗杀一事 对以色列作出回应 同时 伊朗对以色列的侵略行为拥有自卫的权利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天表示 以军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正密切关注中东地区的事态发展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2号报道 伊朗总统佩泽西齐阳表示 按照国际社会规章和条例 伊朗保留就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 在德黑兰遭暗杀一事 进行自卫和回应的权利 佩泽西齐阳重申了伊朗的核心立场 即必须防止战争和流血 促进全球和平与安全 但伊朗有权保护自己 不受任何侵略行为的侵害 伊朗代理外长巴盖里 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 伊朗有权对以色列做出威慑反应 以确保该地区的安全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 12号晚发表声明称 当前以军正密切关注 中东地区的事态发展 特别是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的行动 以军目前已做好最高级别的攻防准备 以应对袭击 哈加里称 以色列空军已加强对黎巴嫩上空的巡逻 以发现并拦截威胁 哈加里同时表示 截至目前 以军后方指挥部针对民众的指导方针 没有发生改变 并据以色列时报12号报道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在当天的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会议上表示 为应对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 或将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以色列最近几天一直在加强防御 并会在必要时采取主动行动 以保护以色列公民 同样在当地时间8月12号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 当天以军总参谋长哈莱维对各条战线的形势进行了评估 并批准了相应的作战计划 哈莱维同时强调 以军应继续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并努力做好攻防准备 以军副总参谋长 北方司令部司令 空军司令等高级官员出席了当天的会议 另据以色列媒体8月12号报道 以色列空军司令当天下令禁止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出国旅行 还是在8月12号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表示 伊朗等国可能最早在本周内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但目前很难确定袭击的形式和规模 美国及其盟友正在为迎接一系列重大袭击做准备 此前在8月11号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以色列的最新情报评估表明 袭击可能在计划于8月15号举行的 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前发生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8月11号 在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通话时也提及 伊朗的军事准备表明 伊朗计划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 对此专家指出 尽管伊朗报复行动进入第二个危险的窗口期 但目前伊朗政府仍在对如何回应以色列进行考量 从目前的情况看 应该说是就是这两天 应该是伊朗报复以色列的第二个敏感的时间段 第一个时间段其实就是8月4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经讲 在未来24小时48小时 是伊朗可能发动报复的时间 所以8月5号6号是第一个敏感的时间段 那么现在我们又看到了11号 其实是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加兰特讲 在15号之前 伊朗的报复迫在眉睫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伊朗国内 实际上我认为它基本上准备就绪了 但是有消息讲伊朗内部在如何报复 报复的规模和力度上出现了分歧 一派认为可能以总统为代表 认为力度不宜过大 以免影响它接下来新政府的执政的目标 那么另外一派革命卫队 他们主张强烈的反应 所以现在其实它在拿捏 就是政治上决断这么样的过程 也许最终的决断 可能最高领袖来做出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以色列官员日前表示 如果以色列收到伊朗 即将对已发动袭击的明确情报 可能考虑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威慑伊朗 而在历史上 以色列多次先发制人 对阿拉伯国家发动袭击 1948年 以色列宣布建国后 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 爆发了五次大规模战争 1967年6月 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 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 发动先发制人的袭击 当年6月5号7时45分 几乎所有乙军战机升空 乙军空袭行动开始 第三次中东战争由此爆发 到了当天中午 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空军被摧毁 在行动中 以军摧毁了地面上超过400架 埃及和叙利亚的战机 瘫痪了阿拉伯国家20个机场 上世纪70年代 从伊拉克刚开始引进 核反应堆设备和技术时 以色列便开始筹划 消除伊拉克对自己的核威胁 1981年 以色列发动了代号巴比伦行动的空袭 在当年6月7号 以色列空军出动14架战机 从当时被以色列占领的 位于埃及西奈半岛的空军基地起飞 该机群采取超常规密集编队飞行 并以民航班机为借口 绕过约旦南端 去到沙特北部边境 超低空进入伊拉克西部 然后飞往巴格达 当天下午 以色列战机用时不到两分钟 共投下16枚炸弹 将奥西拉克核反应堆主要建筑 及设备彻底摧毁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之际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 当地时间 今天大量以色列定居者 在以色列军警的保护下 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大院 目前已经有超过2000名 以色列定居者进入了该区 这引发了巴勒斯坦民众的不满 当天恰逢犹太人 一年一度的圣殿被毁日 很多犹太人前往圣殿山 举行纪念活动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 本格维尔也进入了圣殿山区域 阿克萨清真寺 位于耶路撒冷老城尊贵禁地 以方称圣殿山 该地区同为伊斯兰教 和犹太教圣地 长期以来是巴以冲突的焦点 巴勒斯坦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 以色列当天允许大量犹太人 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大院 是非法行为 以方的挑衅行为 可能导致地区紧张局势 进一步升级 约旦外交部今天 也对以色列政府官员 和一些议会议员 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大院的行为 进行了谴责 此前在8月12号 以色列方面表示 以方将派出谈判代表团 参加即将于8月15号 举行的加沙地带停火谈判 以色列政府发言人 戴维门瑟12号表示 根据美国和斡旋方的提议 以色列将于8月15号 派出谈判代表团参加谈判 以方这样做的原因 是为了最终确定协议框架 和实施细节 以方希望被扣押人员得到释放 同时实现战争的其他目标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11号发表声明说 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哈马斯一直希望 斡旋方埃及和卡塔尔的努力 取得成功 为此参与了多轮谈判 并在7月初对加沙地带停火 和以方被扣押人员获释提议 做出了回应 但以方随后提出了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 从未提出的新条件 并且继续袭击加沙地带 暗杀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 伊斯梅尔哈尼亚 这些都证实了 以方继续战争 和不愿达成停火协议的意图 甚至在卡塔尔 埃及和美国领导人8号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 于15号恢复谈判后 以军依旧在10号轰炸了加沙城一所学校 造成逾100人死亡 哈马斯呼吁加沙地带停火谈判 斡旋方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 和此前协商结果的基础上 提交一份实施计划 并迫使以色列执行 而不是进行更多谈判 或提出新建议 为以色列的袭击提供掩护 美国卡塔尔和埃及领导人 8号晚在一份联合声明中 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 15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 或埃及首都开罗恢复谈判 以弥合所有剩余分歧 并开始执行协议 以色列将派出谈判代表团 参加加沙停火谈判之际 以色列高层再次出现了明显分歧 据以色列媒体8月12号报道 当天早些时候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批评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关于在正在进行的战争中 取得绝对胜利的想法 形容其为无稽之谈 随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对加兰特的言论进行回应并称 当加兰特发表反以色列的言论时 他便损害了达成 释放被扣押人员协议的机会 内塔尼亚胡还表示 以色列必须取得绝对胜利 而绝对胜利包括消灭哈马斯 这一目标对每个人都有约束力 包括加兰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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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